来做一点简单的题目 100公克的水加热过程稳定 我们都是稳定的热源 表示相同的时间会给相同的热量 两分钟测温一次得到这个数字 求你从第二分钟到第六分钟水供吸了瓦椎 很简单就直接给我带公式 然后数字从表格里要 最后问题想起公式是什么 H等于MΔT 我需要有M 什么M 质量 100克有了 第二要是温度的改变 正常血应该用末温减 初温 我们同学习惯上是用高温减 低温 用高温减低温的不会有负号 那你要知道它是烤热还是放热 两分钟几度 22度 六分钟几度 27度 所以就27减22去100去乘 8 就500就算完了 这次超级世界恐怖简单 所以答案呢 就结束了 这叫做简单题基本题直接往里面塞就好了 简单往里面塞就可以了 OK 可以吗 可以 换你 一公克的甲碗 一公克的甲碗完全烧碗有13000卡 但有90%会跑掉 剩下的Case130公克25度吸烈水上升几度暂停 这里有两种问法 我原来10度上升20度变成30度 考试的时候有人会问你我变成几度30度 问你我上升几度我上升20度 请你看清楚人家是问哪一个 是问你最后是多少还是上升多少 这里问什么 上升多少 改变有多少 还可以问你说我过温是几度 最后是几度 两个问法不一样 请你注意他问什么 请问你这样子 其实如果你要问上升多少 就跟25度吸其实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上升30度跟我原来25度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停车战界问 现在应该找一位可爱小女生吗 谁变 可爱小女生吗 男生 有女生吗 有女生吗 有11 可爱的欣欣 你不会哦 不会吧 欣欣 你如果不会哦 但太过分了吧 这瓶子怎么算谁 这瓶子都没有人 然后换 最后的问题想起 什么公司有升温度 H等于M调塔D啊 调塔D就是改变的温度啊 高温减低温 末温减出温啊 调塔D就是改变的温度啊 改变温度就是调塔D啊 你根本就不用求末温啊 唯一的问题是 有没有13000都给我 没有啊 百分之九十跑掉之后 就要给我 百分之十啊 所以我只有这么多啊 我的H最多啊 等于M调塔D啊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 所以我想如果说这个出温的十度有没有用 没有用 他没有 他没有问我说最后变几度 所以出温几度没有用 所以答案就十度C啊 我上升十度啊 这样就解决了 这就是 简单的题目 我们直接往里面带公式就可以有的 请你把目前的公式备好 H等于M调塔D 我已经预告你了 这公式会越来越长 这公式会越来越长 这我一预告你了 以后你就知道 会越来越长 先把它公式 这是算水的温度变化 水的西方热温度变化 H等于M调塔D 先把它记住 OK